鬼哥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 我很不好 我有想說要不要把錢花光 鬼哥帶好多錢 鬼哥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 我很不好 蠻不好 但是我這幾天也有比較好 哥哥 我覺得他應該很希望我們 是笑著在做每一件事情 但我覺得他一定也很不捨 我們每一個人 他要不捨人太多了 他讓我又學會一件事情叫做 失去 失去之外就是要更懂得 把握當下的每一個 每一個moment吧 但現在你說我想要做什麼 其實我當下只有想到 我要不要把錢花光 因為我帶不走啊 我也沒有說我要留給我的小孩 或是什麼 這個觀念可能不對 但是我當下這個想法是真的 但我後來又覺得很好笑的是 我到底要買什麼 鬼哥其實很愛念我 但是呢 我是一個很不 不喜歡被念的人 所以鬼哥可能念個三句的時候 我就會去做我的事了 所以鬼哥後來發現 我如果聽到我不想聽的 我就不聽了 但現在我就很想聽到他在念我 當我可能在哭 或是在生氣 在難過 他會告訴我說 放心 你到時候過個幾年 十年 二十年 再回頭看你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自己很好笑 又很瞎 這件事情在我身上就是完全的印證了 鬼哥還留了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要常常擁抱身邊的人 要記得鬼哥他的善良他的美好 就是把鬼哥的好人緣 希望他可以分我一點 我是很害怕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相處 因為我是一個 很容易會傷害到別人的人 就是我講話很直 我喜歡就喜歡 我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所以這次是要去舞台劇前 我也很害怕說 我會不會成為 就是劇組裡面討厭的那個人 我很不喜歡被誤會 我聽到有人說我什麼 我可能會去跟導演或製作人說 我沒有為什麼說是我 但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我不禮貌 就比如說有可能有人會說 那個鬼鬼說不用在這邊化妝 可以晚一點到 但我其實明明沒有說 那變成我說的時候 我就會去跟製作人說 請問是誰告訴你說 我說可以晚到 但我沒有說這件事情 有些大人們就會覺得說 哇這小朋友怎麼這樣 我的公司的人就會問我 會幫我問劇組的人說 請問大概還要拍多久 但可能就會傳回去變成是 我們說我們要走了 大家就會以而傳而 因為劇組有一百張嘴巴 他們到底要怎麼講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其實很害怕 我到後面後期有一段時間 我很害怕這種相處 然後後來沒想到我去舞台劇之後 我交到了幾個好朋友 就比如說像無尊阿阿喜跟大文 我們四個人的感情蠻好的 如果有好的劇本來 我會願意再試試看 就是突破自己下自己的心防 你有遇過真正的問題嗎 有阿 我18歲到20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剛離開團體 我就是一心想演戲 我就是一直等 等等等等等等等了兩年 我都在家裡吃麥當勞 到了20歲的尾聲 接到一個戲 然後去了大陸演戲 21歲的時候 我去演了五年 其實我那時候吃苦吃得很快樂 比如說要吊鋼絲阿 住一些很奇怪的地方阿 然後我還記得在沙漠吃沙阿 然後 住的地方熱水器 你一個人洗完要等20分鐘 很苦 但是苦得很快樂 今年已經做好今年有沒有要接跨年 欸有欸 當然要接阿到發酸節 不接怎麼行 可是之前的打擊你不就是跨年類子嗎 但後來我今年去年 就是我有 自己有給自己打了一個好強心針 有稍微抹去那一年的難過 但那一年的難過還是我心裡最 蠻大的一個陰影吧 希望今年有跨年 就是可以更進步這樣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雙龍嘴 這也是Raw第一次參加戶外的party 我們將會為當天 特別準備神秘的餐點 11月7號 台北101水舞坊場見